11月15日,英国Nubia Magazine杂志评选2021全球年度最佳男演员奖,中国演员肖战凭借在《狼殿下》中饰演的集冲这一角色获奖,这也是肖战2021年首次获得国外奖项。 关于演技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,重口难调,不会有统一的结论,但可以看出来的是肖战在进步,目前最能为其证明的便是话剧天花板《如梦之梦》,话剧演员的要求高于日常拍戏,临场发挥的能力更加重要。 肖战在巡演中暂未出错,也受到不少老演员的表扬,未来的角色一定会更加真实优秀,演员的最高荣誉是各种奖项与观众的口碑票房。 肖战作为偶像,多次登上的是亚太地区最帅面孔,颜值上是值得肯定的,演技得奖还有很多时间,也是目前档期太满,不足以接戏,有机会得奖是最好不过,目前的全球年度最佳也是比较高的荣誉了。 虽然是杂志刊奖项,含金量不如正规影视,但好歹是全球性的,对于国外市场的把控,肖战算是走出了国门。 狼殿下中的急冲一角,并非男一号,而是男二,整部剧于20年年底播出。 国内反响一般,目前暂未获奖,肖战这次的获奖,也是给了狼殿下一波热度,或许会重新活起来。 值得一提的是,内地艺人的影响力在国外偏低,主要是输出优质作品难,偶像演员只能带动流量没有质量。 目前,肖战是内于国际化的领头羊之一,只要是奖项,得到第一的,必然是认可其优秀。 专业的评选总好过好坏参败的议论,此奖项评选时,肖战得票超过60万,有来自91个国家及地区的粉丝给肖战投票。 选票最多的国家,也并不是中国,在29个国家上了热搜,足以见得国际上有多少人在关注肖战,影响力大到什么程度。 最后也是恭喜肖战获得奖项,希望肖战未来的道路上一帆风顺扶摇直上,打开国际大门,星图璀璨为国争光。